嚴慌恆隆景區後運會成立 老爸嚴慶鏢站臺再打出在地牌 嚴慶鏢戴口罩 扯掃嘶吼 喊到差點喘不過氣 宣防助理趕緊遞開水 讓他緩一緩 六十一歲的嚴慶鏢連兩天開獎 幾乎是賣老命火力全開 靠人不如靠自己 嚴慶鏢不止話說的酸 似乎也意有所指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十號晚間在臺中辦公投宣獎 包括前總統馬英九 跟黨主席朱立倫都到場 而且朱立倫隔天十一號繼續到苗栗彰化宣獎 人都已經在中俄選區的門口了 卻接連兩天沒抽空陪同嚴寬恆敗票 這一個月來 嚴家父子過去多年的這個爭議事件一一被檢視 這也就是朱立倫為何此此不敢前來台中跟嚴家同框 後選人推出來了 你們現在難道不敢不敢為他背書嗎 所以很充分的可以看到國民黨在臺中是第二選區所操作的 不論是罷免案也好補選也好 事實上都只是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已 主席來關心 來了解我們的境況 我們對於任何人關心我們都非常的感謝 嚴寬恆四兩多千金 距離投票不到一個月 嚴寬恆的選舉場始終不見藍營大咖站台 相較總統副總統現身相挺林靜怡 中俄選區藍綠拼長兩樣勤 好 這個週末當然是藍綠在拼長 不過佩芬姐我們這邊看到國民黨派出來的嚴寬恆 他的造勢場合當中最大咖的就是他的爸爸 鄭蘭宮的董事長嚴清彪了 嚴清彪他大打在地牌 說他們都全家五代人 五代人都住在這裡 死也要在這裡 死也要在這裡 講得非常的激情 然後另外嚴清彪也說 這個地方一定要自己顧 自己建一棟 看他客把人 人親土親 遠親不如近靈 說到這裡激動 不過大家發現說 這個造勢場合仔細看 最大咖的就是他爸爸嚴清彪了 其他朱立倫那些人到中部去宣講 台中就在中部 你去苗栗去彰化 怎麼不順道來台中拉抬一下嚴寬恆 好 先回答剛剛他猜違建的故事 那個違建的猜法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同意那個示範委員講的 其實我覺得市政府的責任比較大 大家還記不記得 如果說他那個整個都是違建的話 當然整個都要拆掉 不是光是圍牆打六個洞 還記不記得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去拆蔣偉國的別墅 他就開了那個 開山基就全部把它貼掉 那後來聽說有賠錢 那賠不賠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至少把它拆掉了 所以我覺得市政府的責任比較大 那然後市長的責任當然有 比如說像台北市有很多違建 那柯文哲上任到現在聽說違建越拆越多這樣子 所以政府的責任應該很大 所以盯著那個嚴寬恆沒錯 但是政府要負相當的責任 好 那再講這個競選 事實上坦白說 國民黨的力道在台中沒有嚴加大 馬英九也好 朱立倫也好 在在台中的影響力會比嚴加的那個爸爸大嗎 你知道我有打電話問那個他們家非常親近的一個朋友說 他這次選舉怎麼樣 他們說很辛苦 那你知道那個嚴清鏢這次他剛開完刀身體不是那麼好 都要站出來就表示說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們講了一句話說 嚴清鏢輸不起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在第三十幾年 在那個地方盤根錯節 沒有人比國民黨裡面 沒有人比他大咖 然後事實上國民黨在台中是靠他們 所以是那你說朱立倫也好 馬英九也好象徵性去可以 你說真的去站台有什麼意義 還不如他爸爸出來有用 佩芬姐覺得加分有限 加分非常有限 而且坦白說你說像江啟城去可能還比較有限 雖然派系不同 那你說朱立倫也好 馬英九也好差蠻遠的嘛 所以事實上台中我覺得盧秀燕到今天沒有表態 當然是真的關鍵 那你說國民黨是不是權鬥比較厲害 那事實上我覺得政治人物包括侯友宜 還有那個許耀昌就是苗栗那個縣長 我覺得政治人物通常比較有私心 因為他延續他的政治生命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如果說他今天政治生命不能延續的話 其他都是假的嘛 所以當他變成政治人物以後 很多考量跟我們一般人是不太一樣 你說像我們的話朋友私交很夠意識 政治人物不是這樣 那我覺得侯友宜當初坦白說朱立倫拉巴他不遺餘力吧 可是他今天並沒有真的去幫任何朱立倫的忙 那我記得他們上任那天 我們真的有去他的那個辦公室看 他們就剛當選的時候 他當副市長 他的辦公室就窩在最角落一間很小 那出來那個走動的那個動向都有問題 我跟那個他的朋友還跑去看他的辦公室 來跟他說你這個辦公室動向有問題 你應該把桌子怎麼擺 出來的那個路線比較順暢 不會阻礙你的政治前途之類的 他後來有沒有改我不知道 反正他那時候是他窩在最裡面 那李四川他們都在外面的大辦公室 所以朱立倫其實拉巴他非常的用心 甚至不惜得罪那個陳生賢吧 所以陳生賢後來還離開了 所以侯友宜當他坐到那個位置 他當然還想下一步 是不是2020不知道 但是你在想他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在電視台打了他兩個月 打他那個文化大學 有沒有任何國民黨的人出來幫他講話 沒有 都是他自己在那邊面對 然後打到最後 後來他是過關了 也選上了 所以我覺得他經歷過那次以後 他當然也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靠 只有你自己最可靠吧 因為他上次真的打了連打兩個月 我沒有看到任何國民黨人 出來幫他講任何一句話 然後那才叫做真的拆違建 而不是說放任他去拆打六個洞 然後今天是極限 我覺得那個有點輕重的感覺 所以剛剛那個劉委員那樣講 是沒錯讓人家的感覺就是說 不痛不癢 沒錯 如果嚴家在台中盤根錯節 他那個力道真的很大 所以說很多人可能也得過他家的好處 或者跟他家有淵源 所以我覺得市政府 如果說真的違建的話 就是公事公辦 你就開著怪手去拆就好了 好 這個嚴家在台中 真的是家大業大 尤其我們看到嚴清彪 他也直接講 他說他們全家五代人都住在這裡 生在這裡 死也在這裡 我們一般大家看到以為說 他這一句話表面的意思是打在地牌 不過看到林靜宜 他真的看到裡面嚴清彪講話的沒講 林靜宜怎麼解讀這番話 他說嚴家把地方選舉跟家族利益綁在一起 這麼赤裸裸的說法 他是覺得非常訝異 這邊我們要來請教一下我們的律師 黃律師這邊怎麼看 嚴家現在違建啊 什麼也沒拆完 清泉鋼等等開發案 說真的也都還沒有講明白 然後現在呢 又要訴諸這個選民要動之以情 告訴大家 他們五代人都生活在這裡 來請教一下律師 嚴清彪出來講這個話 也許對他跟他盤根錯節的 那個家族利益有一些影響力 但是對於一般的民眾而言 你家有沒有五代人在這裡 其實跟大家的公共利益有沒有關係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清泉鋼 跟他前面講到105號碼頭 如果他今天沒有立法委員的身份 難道這個105號碼頭 你看他過去在立院的質詢 利用立委的職權 他就變更了105號碼頭說 你那個不要再公家了嘛 你不要跟語明真理嘛 那個白紙黑字全部寫在公聽會上面 不要語明真理是言寬恆講 後面得到的利益的是什麼 是你家族的投資公司 利用立委的職權 然後獲得家族的利益 這個時候民眾在看是說 你說五代人好像講得很感動說 五代人都在這裡 死也在這裡 死也在這裡 重點是你的利益放在哪裡 如果你是為公共利益 大家有感動 你如果是家族利益的話 誰會同情你 或者認為這樣可以 違建的事情 我也覺得是盧市府在這邊尊嚴 或者是威信一再被踐踏 你一個違建已經認定了 兩百平方公尺就是法定的 你當時給的建造 就是這樣的範圍 其他的部分就是違建要拆 他今天在這邊作秀 自己開挖土機 違規不講 拆了那六個洞 像網友都幫他做土 六個洞是什麼 那一個 大家說中國式建築 可以開那個窗有沒有 方形還是什麼窗 然後說以後會變成中國式庭園 所以這個是荒謬的是 一再踐踏如市府的尊嚴 你執法就沒有威信 市府跟你說這是違建了 然後你說好我自己拆 然後自己拆 自己先違規開挖土機 開完之後打了六個洞 然後網友大概開始發揮創意說 以後這個庭園 就是那個中國式庭園 裡面還可以做小橋流水等等 所以這件事情 我認為一再地踐踏 盧市府的尊嚴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他在那邊 有點像是虛晃一招 該猜的違建沒猜 大家感覺什麼 好像就耍無賴了 時間到了 但是地痞會不會 地痞才會做這種事情 那你跟我說五代人在那邊扎根 難道變成地痞嗎 所以在這邊我認為說 在這裡的做法跟講法 講這些話人不感動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大家看到那個餐桌那個宴 其實我認為檢調要查 檢調查的不是 應該是一視同仁 誰請了好料 像恰恰好料 全部都去查 一律去查 這個里長辦的活動 公所辦的活動 你要去查是說 第一個 他資金來源真的是公家的嗎 第二個是什麼時候 決定舉辦這樣的活動 因為他現場 也只有特定的候選人 可以前往拉票 那如果你舉辦的時間點的決策 公文是白紙黑字 是不是在已經罷免完之後 你就開始做這樣的布局 這個當然可能會跟選舉有對價的關係 不當的影驗 在實務見解 所以最高法院的見解是說 你吃一檔好料的 請一檔 在尋求人家支持 這個就構成會選 法務部的標準是三十塊 法院的見解不是說三十塊 他可能是實質去認定 你吃這檔好料 他們跟你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 今天這個場次 客觀構成要件都有 一檔好料的 有特定候選人上去拉票 這個錢誰出的 什麼時候決定 如果說已經排很久 好幾年都每年都這樣辦 那也許不見得有問題 如果是已經罷免投票完之後 確定已經被罷了 後面才決定要辦這麼好料 因為他不是一個 現在這個階段 不是什麼固定的 什麼普渡或什麼 他是一個說號稱感恩宴 然後那個理長出來說 因為顏寬恆立委 幫他爭取這件事 有這個感恩宴 他是量身訂做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量身訂做的感恩宴 我認為檢調要把它查清楚 再來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對於檢察官的查會 這個我覺得不用國民黨還有葉玉蘭 還開那個什麼立法院 要去企圖去阻擋 我覺得這是一視同仁 如果你上網 上司法院的裁判書查詢 去查顏家過去 怎麼怎麼處理 他陸陸續續從顏清彪選舉 到顏立民選舉 都有找到 不管是里長條碼咖 他們被抓到之後 他們全部到法院去做什麼事情 我認罪 我自己幫顏家買的 我自己幫你看 從顏立民的樁腳 到支持顏清彪的里長 判決書 白紙黑字 高院跟地院 判決書 白紙黑字 每個抓到都自己認 這個要不要成本 這個一定是有成本的 這在一般來講 你要人家自己去認罪 然後認罪完之後 說這個我全部扛了 然後我自白 我要換換刑 這個都是一個很高的成本在裡面 今天檢調積極查會 查會增加人家的成本 國民黨在這邊做阻撓 只是要減低人家的成本 要當會選的幫助犯或共犯 所以國民黨在這邊 對於我認為檢調查會 應該是支持他們 公平的查會 在這個地方有任何的招待 飲宴 不當飲宴 送禮 資源下去 或者賭盤 都要嚴格的查查 是 因為現在就是 顏寬恒跟林靜宜在選舉 大家難免對候選人 會有非常多的這些批評指教 還有監督 波士方委員 我們在節目上講這麼多 看在顏寬恒眼裡 他可能覺得很危險 他覺得說現在一天四五個節目 十幾條新聞都在對他們家 他進行這個抹黑 那他的爸爸顏清彪呢 也在造勢場合說 這場選戰真沒說白 說這個電視臺 整天都在賭 這堆白的兒子 說這是全世界民主政治上最大的笑話 但是說真的 如果說電視新聞都沒辦法 這樣他們的違建 可能現在還沒人敢給他頂檔 我覺得顏寬恒講這個事情不太公平 他要回顧一下上個月的時候 他們家族裡面 或是說跟國民黨 其他人怎麼對陳柏惟 練這個跟選舉有關的部分 把他罷免掉 那我要回歸 我覺得說顏家 當然現在在選舉顏寬恒 他必須要展現出 他是有擔任國會議員這個能力 那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說很多節目 再給他破賽破流 那我想就按照 不管是我們的法律是什麼 你可以用控告 毀謗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如果人家舉出來是事實的話 你必須要回應選民上面 希望你把這個事實公佈清楚 譬如說我們剛剛在講的 所謂的八一七招待所之外 現在還有一件事情 如火如荼正在展開 就是有關清泉鋼智慧園區開發的部分 我去調了一下清泉鋼智慧園區的開發部分 聽說如果是顏家他們介入的話 可能在八個月之內 他的環境影響評估就可以過關 那這表示什麼 我今天也問了內政部的營建署 為什麼是市政府在主導這件事情 第一個 因為他這個園區裡面 所牽繳土地只有二十二公頃 是低於三十公頃 所以理論上不是由中央來主導 那如果是不是由中央主導 那就地方政府來主導了 那地方政府來主導還是一樣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盧秀燕市長 為什麼從一百一十年一月的時候 這個開發單位裡面 變更了董監事 變更了負責人 然後從四月開始到現在九月的時候 已經陸陸續續完成了兩次的環境影響評估 難道在這個這二十二公頃所在的土地 不是只有現在這個鹽匡 和要選舉的他的沙鹿龍井的地帶 也包括楊瓊英委員 也包括原來的這個蔡奇昌委員 這塊三角的所在 那所以最終的決定的部分 現在是由台中市政府來決定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美角 清泉剛剛我們以前都知道 這是臺中機場 而且是軍用機場 那為什麼沒有人問過國防部 很簡單 因為他們想要把它設定成說 以後這些裡面的農地 就很快就變成工業用地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農業地變成工業用地的話 他未來的這個土地的利益 成長就非常的高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難道市政府現在盧秀燕市長 已經上任好幾年了 他應該瞭解所有的土地開發裡面 包括都市計畫也好 環景影響評估 你必須要對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為什麼到後來就變成 好像是屬於鹽家 或是鹽寬恒 他們家族裡面所主導的部分 那這個又凸顯出來說 剛剛林靜怡所說的 如果你把這次的選舉 這是對國會議員的選舉 當成說是我鹽家利益的保衛戰 那這樣就不一樣了 那如果這是鹽家利益 個別利益的保衛戰的時候 當然國民黨的朱立倫 或是國民黨的盧憲 就不敢大拉拉的過去說 這是我們國民黨拿名的 你請大家要支持 跟昨天我們這個蔡主席 下去幫林靜怡選舉 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選出了國會議員 所要代表是國家的 是一個公共利益 那你選出了國會議員 裡面所代表是私人的利益 是家族的利益 而且是在包庇 而且是跟市政府結合 那就很可怕 為什麼呢 現在的台中市政府主政的是 國民黨的盧秀燕 現在台中市議會裡面的主政 也是國民黨 那既然市政府跟市議會 都是國民黨在主政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或多會傻 在很多灰色的地帶 包括剛剛所講的 就澎湃參會 剛剛有人提到說 是里長出錢的 可是我也好像有聽到 他說是里辦公室 跟區公所一起合辦 各位里辦公室 里長是民選的 可是區公所是台中市政府的派出單位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裡面的公務人員 是否有違反行政中立的問題 如果你不派 如果你沒有派區公所去協助的話 他這場參會能不能派得成 那如果這場參會幹不成的時候呢 那當然就是里長自己辦 他自己的錢是什麼方式 有沒有違反選罷法 按照選罷法的處理方式 但是如果區公所幫里長來動員 甚至區公所借這個很多我們公家單位的地方 讓里長去辦這些澎湃參會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的民政局會不查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不管 這個言寬恒陸陸續續講出來說 所謂的土地正義 不管是他南屯的招待所 或是105的這個碼頭的部分 或者是所謂的清泉鋼的智慧園區 裡面的所有的土地正義 是為了言家的土地正義嗎 那台中市政府為什麼會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過了兩年三年的時間 都完全查不出真相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其中最吊詭的地方 是 這個聽起來真的 言家的爭議真的是一螺框 尤其委員他剛才跟他說那麼多 無關人家宣傳車說 叫鄉親不可以看電視 我都按照法律上面的規定 提出來我的質疑在哪裡 沒有錯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 言寬恒他們的選舉新招 是不是宣傳車 叫大家不要看電視等等的 可是問題是這個造勢場合 這個來你的大咖 為什麼沒有去 到底是言寬恒要他們不要來 還是國民黨也不想跟他們站在一起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來請教一下明佑哥